今天因為是平日所以不用排隊 那這一家是阿伯推薦的在台中的騷肉店其中一家 這家叫Koto騷肉應該沒有念錯吧 然後這一家因為它在台中有兩個分店 今天我們到北屯店 因為工藝路那一家目前店面正在整修中 不然本來是想去工藝店那邊 因為工藝店那邊有太多騷肉可以吃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說我們今天點了哪些菜色 然後它的價位跟它的選項有哪些 那如果有考慮要來台中吃的話 我覺得這邊可以看一下 然後來這邊消費的話 它這邊會有套餐的方式跟單點的方式 那如果是一個人來吃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你點單點的 那套餐的話有ABC三種 那每一種都會有不同的內容 那這邊目前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套餐某些項目是可以做更換的 例如說你可能有雞肉吃不習慣 你可以跟它換握壽司 握壽司的口味啦 我會覺得當下詢問一下服務員 他會給你比較充分的解釋 那我們今天呢是把雞肉的部分 換成鮭魚握壽司 然後是有炙燒的 因為我老婆比較愛吃炙燒 如果真的覺得手中的Money Money很多的話 你可以吃一下它的女神級聖河 全牛饗宴跟嘉年華的海陸聖河 這個價位當然比較高一點啦 所以要吃的話記得 口袋銀彈要帶多一點 不然可能走不出去是有可能的 裝醬料的小碟子 應該醬就很多了 OK 等一下開吃 然後它這邊有待烤服務喔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烤肉技術不夠好的話 你可以請他們的服務人員來幫你待烤 如何 不錯吧 好 我們先來吃第一個開胃菜吧 胡麻生菜 生菜還蠻脆的 我覺得它要把多餘的水分弄掉 所以那脆感還蠻明顯的 然後這個是店家招待的飲料 這個絕對不是因為我是YouTuber 只要在他們的社群媒體打卡 然後就可以獲得這一杯了 然後這個上面它說金黃色的是地瓜球 我等一下來用一些醬來吃 哇 這個好長喔 倒一邊 嗯 優格滿濃的 很濃耶 很酸還不錯 滿開胃的 然後 涼拌 涼拌海鮮 好吃的 QQ好有彈性喔 不錯耶 這個涼拌得不錯喔 這個涼拌得不錯喔 它的沾醬有一點微辣還不錯 還有一個 黃金泡菜 黃金泡菜它應該是味噌醬加一些辣椒下去調味吧 好吃 蔬菜還蠻脆的 不過這味道有點重 濃郁口味 這個蠻適合下酒的 我覺得這超適合下酒 這邊的話是澳洲橫隔膜上面有蔥花 然後這邊的話是安格斯的胸腹肉 旁邊佐料的話有洋蔥鹽我們自己做的 薄切的部分有兩種 一個是日本河牛的三角大腹肉 這邊的話是日本河牛的沙朗辛 然後再來的話是炭燒醬 旁邊的話是哇沙比 哇沙比的話稍等可以搭配的日本河牛 左邊搭配的話是我們1983的豬五花 然後旁邊的話是一比例的梅花豬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先幫你們開始烤肉 好 謝謝 如果你有蘸料上的需求 他一開始會先詢問你 不管是蔥蒜這些啊 都有 辣椒也有 大家可以依序自己的喜好 跟店家服務生來要 這個是換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 雞的肉的部分 不要 然後我們就換握壽司 它這個鮭魚是上握壽司 但是這個肉師傅刀工好像 是不是不太好切太大塊啦 OK我喜歡 我先吃啦 哈哈 師傅刀工不好 OK我喜歡 我最喜歡 刀工不好的師傅了 我覺得它好像跟我一般吃的鮭魚不一樣 可能是它肉太大塊了 咬下去有甜味耶 真的有甜味 應該是鮭魚的油脂 剛好在口中散出來 那膠的剛剛好 目前這個是沙浪 沙浪牛 好這個是主食牛筋炒麵 剛前面吃的幾道肉 幾道菜 還有握壽司 現在這個還有主食 我不知道吃不吃得完 而且我們還有很多肉還沒烤 物超所值可能吃不完 然後他說這個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一個牛筋啊 好不好吃啊 我覺得那個筋的拿捏程度很重要 可是有的人喜歡吃軟的筋 有的人喜歡吃硬的啦 所以還是看著 像我個人是喜歡吃軟的 調味好像不錯 然後再加一塊肉 好我先開動 這個肉煮得夠爛耶 入口即化的肉 所以有的人吃牛肉 很怕那個牛筋會卡嘴 然後可是它肉真的煮得很軟爛 所以一咬下去 就化開了 可是筋的話就要看冷了 像是它筋應該 這種筋應該是稍硬 它是有煮軟的 不過還是有硬一點的感覺 我要看它吃起來 是有嚼勁的那一種呢 OK 它的筋其實是有煮軟 而且我覺得軟度剛好 因為一般像外面在做牛筋啦 那個筋可能會太硬 硬到沒辦法咬 這個不會 麵條大概就是一般在中上一點 然後調味很夠 真的很夠 因為它的麵條都已經裹滿它的蛋醬 然後吃起來很有味道 然後整體味道不會添重 所以我覺得 大眾來吃應該都是很容易接受的口味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炸雞肉啦 我先吃一塊 店員說他們這邊的那個胡椒鹽 是自己炒的 來沾一下吃吃看 夠軟嫩 超好吃耶 雞肉炸得剛好不會柴 因為一般在吃那種炸雞塊雞肉 我覺得會比較care就是 雞肉的嫩度夠不夠 有嫩度有沒有出來 因為如果炸太久太老的話 其實會很慘 那我就目前吃起來 我覺得算是偏軟的 飯後甜點牛奶霜麒麟 好像很多很濃 喔 克林奶粉 我不知道有那個味道耶 所以這應該自己做的 因為那個雙琴的綿密度不一樣 好 各位我是阿伯 我們今天來KODO 然後這一家是北屯店 那我們剛用餐完了 然後現在呢 就是講評時間啦 很飽不好意思 然後這家店啊 目前啊就是吃到現在 我們已經吃完了 然後我們今天吃的是 雙人的B套餐 那這邊呢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推薦大家來吃 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我先跟大家 微微再玩一下 第一個就是 餐點非常多樣好吃 它光前菜的 生菜 胡麻生菜沙拉 跟那個優格沙拉 我就覺得還不錯了 而且非常大一碗 我們還沒吃完呢 超大一碗 很多 真的太多了 它還有上一些 那個涼拌的海鮮 我跟我老婆都覺得非常好吃 然後吃起來非常的脆 因為它應該是有冰鎮過的 然後整體調味 非常符合我喜歡的口味 幾乎每一道餐點 我覺得都可以說是 還不錯了吧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些肉啊 還有一些旁邊的小菜 還有一道黃金泡菜也不錯 前菜都超棒的 然後肉的部分的話 不管是和牛部分啊 或者是橫根膜部分啊 我個人都覺得蠻喜歡的 蠻好吃的 而且他們還有桌邊服務 就是他烤的時候 會有一個人 他在幫你烤 你也可以自己烤 享受一下燒肉的樂趣 但是我覺得他們服務真的 沒話說 沒得挑剔 就會在旁邊問你說 欸你要幾分熟的 你的熟度OK 那這樣可以嗎 然後不行的話 他們會再調整一下 烤肉的方式 整體吃起來蠻爽快的 還有來這邊吃 我真的奉勸大家 胃要大一點 我跟我老婆兩人來這邊吃雙人套餐 吃到現在已經滿出來了 而且這還不是最誇張 他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服務 我剛剛問完才知道 是服務生跟我們講 他這邊還可以外帶啊 會不會很誇張 你烤不完的肉喔 他可以烤好幫你外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更誇張了 第二個還可以把生肉外帶 你說啊各位 這家烤肉店太威了 他會提供冰塊給你 讓你把肉外帶 然後你只要看得到的東西啊 他是說都可以外帶 像那個什麼 這個啊 招待的飲料也可以外帶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太厲害了 我們今天來 剛好是我老婆月底神龍 所以他有折扣 折扣是幾折 我有點忘記了 好像是八五折吧 那目前呢 因為我台中燒肉 其實我自己也吃了不少家 大家有在看我頻道 應該知道 我有去吃醉肉啊 然後王品集團的 然後還有佐賀野人 三斤燒肉嘛 然後還有一個茶六 目前吃下來 我覺得這一家 不能講第一啦 講第一太過分對不對 所以最少是第二名以上 真的很好吃 我推薦大家來這邊吃吃看 整體就是十分 真的 OK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按個讚 有空的話來看看 我是阿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剛剛問了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外帶 結果服務生說 連醬料都可以外帶 我的媽 醬料都可以外帶 太誇張了吧